雖然今天所見在示威現場來參加 示威的紅衣黨分子已經比之前少了 也雖然有傳媒形容 今次的示威好像一個派對 但其實內裡的危機感 和那個值得憂慮的地方依然存在 畢竟這個都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 還有呢 令到很多遊客都感覺到一個惶恐 其實希望事情可以早日解決 這一刻雖然說是和平沒有問題 但是不代表日後的情況會是怎樣的 因為他們一旦來到這裡 就不會就這樣罷休的 所以接下來都可能有一些 第二些的行動 究竟會怎樣呢 大家都不知道 我建議大家 不妨留意多一些新聞報道 在說專業的新聞報道 而不是花邊新聞報道 大家看清楚情況 再考慮清楚 才決定是否來曼谷 雖然遊客區是沒事的 但是真的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 或者會有機會發生一些 你和我都想不到的事情 所以大家不妨考慮清楚 記住 這些和平示威其實不是好玩 也不是一件好事 希望能夠盡快解決 令到全世界遊客 包括香港遊客 可以盡快回來 曼谷這個好地方